罗朱超,贝吉塔的母亲是谁?都塔上神之领域了,却不复活自己的父母。 贝吉塔作为塞亚人的王子,又是罕见的精英战士,出生就含住金钥匙长大,所以贝吉塔养成了傲娇的性格,并且不把弱者放在眼里,以至于贝吉塔的一生辜负了四个重要人。 首先是大家熟悉的拉蒂兹,因为头发太长的原因被写死了。 但是在龙珠世界中死亡并不可怕,只要聚集七颗龙珠就可以复活。 但是贝吉塔首次来到地球寻找龙珠,目的却不是为了复活拉蒂兹。 要知道从布罗利剧场版中得知,拉蒂兹从小就跟随在贝吉塔的身边,这样的关系相当于孙悟空和克林的关系。 然而拉蒂兹到死都以为贝吉塔会复活自己,结果却被无情地抛弃了。 从小到大的陪伴却换不来贝吉塔的友谊。 除了拉蒂兹之外还有纳巴,纳巴比拉蒂兹年长了许多,也是陪伴贝吉塔最早的一批人。 结果纳巴的下场不是死在敌人手里,而是死在了贝吉塔的手里。 并且纳巴的死不是因为犯了大错,而是打不过孙悟空的原因导致,这让贝吉塔觉得纳巴很没用,结果贝吉塔最终也打不过孙悟空。 所以纳巴的死真的很圆。 随后在龙珠GP中纳巴再次登场,本以为被吉塔会念急救情,或者因为自己当初的行为感到一丝忏悔,不会将纳巴再次杀死。 结果贝吉塔还是和之前一样,还没聊几句就在一次杀死纳巴。 除了拉蒂斯和纳巴之外,还有两个人,他们就是贝吉塔的父母。 从布罗利剧场版中可以看到,贝吉塔王把贝吉塔当成塞亚人一族的希望,当成在纳美克星上,贝吉塔临死之前也是流住泪水。 所以,诉说贝吉塔是灭贝吉塔行星的凶手,希望孙悟空能为塞亚人一族报仇。 说明贝吉塔的心中确实有塞亚人一族。 结果在神与神的剧场版中看到,贝吉塔一听比鲁斯要找神龙,立马拿住龙珠雷达外出寻找龙珠,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,七颗龙珠全部集齐。 和剑集齐龙珠对于贝吉塔来说,已经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了。 奈何贝吉塔就没想过复活自己的父母。 虽然说贝吉塔王的野心很大,如果被复活有可能会危害其他星球。 但是连弗力萨都被复活了,更何况是战斗力只有一万的贝吉塔王。 即便不复活被复活被复活自己的母亲。 因为整个龙珠剧情中都没看到贝吉塔的母亲,但是从塔普尔身上就可以看出,贝吉塔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。 要不然也不会生出不喜欢战斗的塔普尔。 结果贝吉塔从登场到现在,却没有提起过自己的母亲。 可见贝吉塔这一生,对这四个人的亏欠很多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我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